各位親愛的聽眾, 你們好 今晚天氣清涼 稍後時間可能會下微微雨 但無論你在世界哪個角落 天氣是怎樣, 此時此刻 有我呂山, 替你細說經典情歌 今晚我要介紹一位女歌手 她七歲入行, 從麗園唱到上行館 造就獨特的個人風格 她的另一個身分還是演員 唱而優則演, 她的聲線 你又認不認得出呢? 珊姐你好, 請坐 今集一週一星的主角是呂山小姐, 歡迎 謝謝你, 蓋世保小姐 珊姐你好 聽到呂山這兩個字 都會想起另外兩個字, 靚聲 小學的時期已經唱歌了 是否天生就喜歡表演呢? 幾歲已經開始拍粵語長片 那誰去帶你拍戲呢? 拍戲是因為家裡的關係 因為家裡很多 爸爸媽媽每一邊都很多 這一行的幕後 所以其實入這一行就不是太 很出奇的 但是想不到玩啊玩啊 玩了這麼久 當時其實抱著一個玩的心情 那時候那個年代 可能你太年輕你不知道 那時候 我都知道的 70年代的時候很多同聲的 很多很多同聲 唱歌也好 就算你電影也好 都很多小孩出來 那家人是不反對的? 讀書就是讀書的 不會反對的 你現在長期表演啊 不會反對的 反對的 你知道我不喜歡讀書的嘛 嗯 那就放手的啦 那又不是放手 就是有讀書 不過是一半讀書一半出來 叫做工作 我自己很小時候已經感覺到 這個是一個工作來的 就並不是玩的 嗯 那你說很多同聲啊 有沒有哪些 哪些同黨啊? 那家燕姐不就說一下啦 Michael 黎小田修歌啦 就是石修歌啦 就是這些就是 都是演藝場片時代的同聲啦 那如果唱歌的同聲就 阿妹啦 就是梅艷芳啦 那有 都有很多沒有做這一行的 其實都 但是就很流行 姊妹花這樣出現的 那在哪裡唱啊? 周圍唱啊 例如遊樂場的夜總會的歌廳 有沒有覺得自己早熟了 就是同年紀的 一定是啦 就是你每一天見的全部 就是除了去上學的時候 見了小朋友之外 你身邊全部人都是 大人 大人 全部都是男人為主的 那都 就是令到我自己 所以我想 就是現在 見一個男人 可能都跟成長過程有關 如是者又繼續唱歌啦 表演啦 什麼時候才開始做歌手 那個是很後期的 就是去到80年代 就簽第一間唱片公司 就出了第一張個人專輯 那時候其實 除了唱歌之外 其實我小時候 還有做多一份電視的節目 就是兒童節目的主持 這麼有趣? 是啊 迷你的科學感銷 之後做過很多演唱會 2010年那個演唱會 其實是否比較難忘的呢? 2010年那時候 是有一個 踏出另一步 就是第一次在紅館 去演唱會 就是另一個感覺 還有另一個經驗 其實往後很多 前天後很多演唱會 不同類型 不同歌曲語言 都有的 或者是外國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OK的 2000年就加入了TVB這個大家庭 拍了那麼多電視劇 有沒有哪些對手 自己很喜歡的? 陳錦鴻我和他做那個老婆大人 那時候就是印象比較深刻 那時候我記得做我老公就是鵬哥 老婆 錦鴻 孫圈 黃潔 傑傑 還有唐詩詠 當年這個組合 這部戲是相當之好玩 是想不到的 當然之前都曾經有一兩部劇 是很難忘 直到現在是差不多二十年之後 大家都仍在用戲中的稱呼 那你說是否開心得很厲害 傻 你多夠豬手 我主要很久 要不然日後趁家環遊世界回來的時候 弄得他的乖女受傷就不好意思 你看阿奶,多疼你 你也懂得叫我做十三公 有什麼理由在口會面前解釋 喂,你是不是不肯說 要不需要我撓下那個神珠派出來 你才說 你不用經鑑通哥的 那你還不說 這套《老婆扮愛人》都是 無論是一或者二 到現在我們還正在喊劇裡面的名的 我叫鵬哥成頭 就是爸爸 那些圍頭 叫icity Jane做十三公 因爲她當時在那個村庫 advis了事件 錦鴻見見到我也是叫我做奶奶的 潮ándchessica村庫也是叫我做奶奶的 就是說其實過了那麼多年 都是大家有這個心的 你說當時有幾個開心 開心的做什麼呢 有一次鵬哥因為戲劇情說他亂吃東西 年紀大 三高了 進了醫院檢查 他在醫院很大男人的 叫我買燒肉飯給他吃 他就吃吃吃 誰知家嫂就進來見到 老爺你也吃吃吃什麼 什麼事啊 我根本什麼事都沒有 我說老虎打死記者這些全部都爆了 接著拿幾天筷子自己敲崩了頭 我看到九龍我書在另一面 直接一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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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到 笑到不能動 我就沒事 我知道鵬哥經常爆笑 我臉都紅了 整場戲結束了十次都拍不到 笑到爆了 導演這麼久 笑完了沒有 還有以後果汁和汽水都不要喝太多 因為糖分高 要喝茶喝綠茶 但不可以太濃 所以最好喝滾水 你是我誰啊 管我喝什麼 我中喝什麼 不要了我都是為你好 你不單止血壓高 還有有痛風 醫生做愛你膽固醇和血糖都過高 所以以後這些燒味和這些東西 你都不要吃 蛤 你胡說 我老虎打了幾隻 你看 是嗎 拍戲的垃圾就是這個 你說時間升當然辛苦 我們的工作 其實大家做這一行都知道 有開工時間 沒有下班時間 沒有下班時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沒有朋友 但是當中你有很多機會 跟前輩級或大明星合作 有段時間 看到你開始做了一些媽媽的角色 不是有段時間 2000年進來已經做我媽媽了 真的嗎 我其實進來拍第一套 是《駝槍師姐》 二已經做我媽媽了 不過那時候那個小孩 是只有七歲八歲的小朋友 我也想做穿三點色的美女 但是不行的 沒有機會 其實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那個角色有沒有發揮 那些對白怎麼可以令觀眾 可以很伸進腦海裡 有印象 那有沒有哪個角色 覺得你還是很深刻的 還記住當時的情景 就是《西關大少》也是一個來的 因為那時候拍了三十集 尤其是《古裝》 差不多經歷了三個多月 那些對白很粵語片 也挺難背的 那你又不可以將他那些 快點什麼什麼的 OK 英文 Yes Well 其實那些很多對白 和很多內心 又包括在演出前 那個整妝的時間很久 set頭那些 古裝 文初頭 衣服 還有整個打扮都挺難忘的 總之天子是我的兒子 他的事是由我決定 如果有什麼人跟他說的 就即是跟我們兩個有仇 不是 哥哥 食塞了心肝 我這個做舅夫 第一個站在你身邊 好 我就不走 就把我長雙眼 你們兩個長得多久 可以跟你鬥上命 那套劇是你有唱粵曲的 是的 會不會因為這樣令到 觀眾記得原來女生是唱歌的 有沒有這些反應 我去到譬如 我知道節目會去到英國 我在英國或者是一些澳洲 比較偏僻的地方 如果那些小朋友 或者是那些十多歲的青少年朋友 看到我會做得很奇怪 你唱歌的嗎 原來是唱歌的 就是會找很多資料才知道 原來我是唱歌的 其實都是很感謝TVB的 因為沒有他們的節目 或者沒有這個劇 那些人不會注意到我 也不會在網上查很多資料 原來知道 對我有沒有興趣 我都很感恩 因為你知道人生 未必可以做到這麼多角色 就算你做幾個角色已經很飽 但是你不停的拍劇 你有不停的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遭遇 有生離死別 你全部都經歷了 其實都挺難忘的 有一次不是寫得很慘 天本歌拍《寫遺書》 《遺書》真的是我自己寫 真的拍著我自己寫 當然是劇本就是公司 寫寫寫寫寫 寫到我自己 一直寫都一直哭 但是一直寫的時候 但是一直說回 忍不住 因為你知道天罡 那個感覺 感觸很大 接著連續拍下一場 是做什麼 送到一個膠袋 拉上拉鏈 就把鐵箱送走 平時你當然沒有機會知道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 但是那次的印象很深刻 我自己在那個袋子裡 很害怕 聞到那一層膠袋 很害怕 一直哭哭哭哭哭 就是忍住 我還記得我問導演 這場戲其實是否可以skip了 不用拍的 你交代了我睡 拉上拉鏈 算數 不用我睡 不行 他看著你送進去那裡 我覺得很感動 很感觸 這個就是其實 我們在正面角度來看 演員這件事 其實是一件好的事 因為全部是真做的 但又不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 不要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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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見你很多劇集都是古裝 做了很多妃子 皇后 你剛剛開了一套心功計 又是甚麼角色 最初都是妃子轉皇后 都拍了差不多四個月 都拍了差不多四個月 有沒有發揮 都OK的 他的發揮 我覺得挑戰一些對白很難念 也是那些背 一定要做很多功課才行 剛剛開始拍劇 觀眾已經開始留意 其實都是受歡迎的 《西關大少》 《陀親師姐》 其實等等這幾套劇集 已經令你多次提名獎項 但是呢 又未拿到獎 會不會有點失望呢 都不會 因為其實我興趣都是演藝工作者 所以其實在這一行有工作 或者有演出的機會 其實都幾滿足 奪獎很多風雲祭會 就是天時地人亡 不是我自己說想不想 又不會說沒有獎項很失望 較早之前呢 你就上了《流行經典50》 就唱了一連串電視劇的主題曲 網民就反應非常熱烈 有沒有撩起你那個 很想唱短題曲那個人呢 你年輕你不知道 我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電視劇的主題曲 其實跟我們真的很形影不離 因為小時候真的每天都是那些歌的 《狂潮》 《大亨》 甚至《萬水先生》《總之情》 或者什麼整個都不停灌輸 尤其是那時候小時候 太深印象了 所以其實我對電視劇的主題曲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情意結的 所以《流行經典50》那裡 他一叫我唱 我就想起很多一首 我很想唱的電視劇主題曲 其實那裡這麼少其實都不夠 我希望呢 第二次再有機會 我再唱一堆 我自己曾經那段時間 電視劇撈飯的那些歌 無窮無盡 不是唱幾隻《最後一圓》太多了 尤其是《印尼》那些歌 也很多 我都同意是等於的 聽到這首歌 就想起這部電視劇的了 是等於的整件事 是等於的 所以一拿出來唱 就會印象很深刻 一拍雙杯雪茶 好像最近我和電視劇同盟 就揀選了一首《風的季節》 製作裡面插曲 我覺得很開心 這首歌 由我來到在電視劇裡面唱 我覺得很開心 聽到之後覺得很新鮮 這些歌通常是演出的時候唱的 難道那個電視劇都會由我唱 我現在有感覺 有些 你又想唱 吹呀吹樣者風吹 這樣吧 謝謝三姐 謝謝